一定會黑暗睡 2 個多小時 3 個小時 一個很容易隨身攜帶的頸枕是很需要的 而且它真的很小的體積 我有時可以拿手拿著它 而且紫色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我喜歡戴它因為它很輕便 而且睡覺時它的記憶棉很軟熟很舒服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現在我在英國很多時都需要坐長途的火車 可能在一個旅程中坐四、五回合 每回合兩個多小時 其實這些短短的旅程都少看 這些座椅是一定不可以調校的 不可以打斜 一定會打直睡 一定會黑暗睡 兩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 一個很容易隨身攜帶的頸枕是很需要的 而且它真的很小的體積 我有時可以拿手拿著它 而且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我喜歡戴它因為它很輕便 而且睡覺時它的記憶棉很軟熟很舒服 這個位置是滑的 很絲滑的感覺 而且有一點冰涼的感覺 其實它的承托力可能不是很枝打形的頂著 但已經很足夠 我們短途這些火車 長途的車也很重要 一個頭不要說睡了長覺之後 比沒有睡覺更辛苦 扣一扣就已經可以了 很舒服 我們的火車之旅就可以睡得好一點 而且頸部也不太辛苦 很舒服 我睡覺了